范城城传牵连子字范冰冰逃税案当众崩溃保护家人。 中国女星范冰冰范也五月底卷入冰阳和约逃税风波,向来活跃于社群网站的她从六月底起销声匿迹,气精神影一百天,几度传出被关被调查。 北京影视圈高层前天传出近期就会有官方出面说明案情,应该是罪名已经定掉了。 她同在演艺圈的包地范城城佐在南京出席见面会当众落泪,很有感慨地表示,今天我想对一零年后的自己说一段话,一零年后我二十八岁了,我不知道一零年后的自己还能不能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不想回家。 并说希望下次和粉丝见面时能有保护我家人的权利,想必心中很想保护子子范冰冰。 网友不舍她为子子范冰冰的事感伤,她的粉丝也担心是否会因此拖累她的演艺前途。 她昨天还说,不知道下次见面会是什么时候,但是我觉得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因为最近的事情很多,可能变得更加敏感吧。 并表示,其实今天我真的不想在这里哭,但是很久没见你们,不知道这种话可以向谁说。 她情绪明显不稳,一度哭到背对舞台用毛巾式类所属的乐华妻子,其他成员都在旁边安慰她。 中国网友传她时候活动及节目等都因范冰冰事件暂时取消单位或证实。 18岁的范诚诚今年1月参加选秀节目《偶像练习生》在4月10以第3名正式出道,在次次范冰冰及准子傅李晨的护航下,星途本来一片看好,如今却乌云密布。 在逃税风波中一度传出他也遭限制出境 并要追查他身世英中国野界曾传他是范冰冰斯生子 他昨虽公开露面但未对此说明 范诚诚吐露心声 首先呢我其实在乐华的见面会上有两个遗憾 第一个是今天最后一场可能是太久没见到你们粉丝想说的话太多了 然后就没忍住眼泪可能让你们伤心了 今天可能玩得不开心了对不起 后第二个事情没有跟我兄弟们走了七个城市 两个国家因为曼谷那场没有去我也觉得抱歉 然后就是我觉得呢 其实因为确实是很长时间没有和你们见面了 我最近也有自己的事情在做 我在写我自己的歌 然后我在准备自己 我不知道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但是我觉得我们肯定还会再见的 就是我觉得其实因为发生的事情很多 可能我最近就是比较变得更加敏感 发现无论你做的有多么好 还是会有一些人在攻击你 抨击你 其实我今天真的不想在这里哭 但是很久没见你们 我真的不知道这段话应该跟谁说 你们今天的飞机冲气飞艇 你们今天的七个小矮人 然后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的一切 我都看在野里了 真的是很感动 你们带赢我的已经给到我了 就在这里 其实还有一个希望 希望下次我们再见面的时候 我能变得更加成熟 然后呢 真的有那种掌握可以保护你们 也保护我家人的权利 我期待下一次见面 我想说的是我很爱你们 是真的